大家好,这里是中国财经 在这里我们关注和中国经济有关的各类消息和资讯 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一条消息 北京时间的2月24日晚 吉利控股集团发布消息称 沃尔沃汽车和吉利汽车宣布达成合并方案 双方将在保持各自现有独立公司架构 实现战略目标的同时继续拓展合作领域 在汽车心思化,也就是电气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方面 深化合作、发挥、协同效应 真正实现业务整合的最大价值 强化科技优势,持续引领行业的变革 吉利汽车集团CEO总裁安聪慧表示 吉利汽车期待与沃尔沃汽车建立更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 加速吉利汽车的全球布局 开发全新一代智能电动汽车和相关的出行服务 我们期待通过协同开发、共享核心技术、自动驾驶、前沿领域等战略层面的合作 为用户创造极致的体验 沃尔沃汽车集团总裁CEO汉肯·塞米尔森表示 很高兴能够与吉利汽车进一步深入合作 在广泛评估、详细研究各种方案之后 我们达成共识 现在的合并和合作方案是加强合作、保障、持续增长 并在动力总成等多领域实现最大协同效应的最佳途径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舒福对合并方案及合作共识表示支持 称此次的吉利汽车与沃尔沃汽车进一步整合业务 建立更紧密的战略协同关系 能达到最佳合并效果 这将在瞬息万变的汽车技术和出行服务领域打造两家更强大的公司 开创全新发展格局 持续引领行业发展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在北京时间2月23日 一名自称中国人寿嫩江枝公司的员工张某实名举报公司大量造假 这位工作了16年的员工举报该公司总经理孙小刚 为了完成公司的保费任务 套取公司奖金 绩效以及达成自己的职务晋升等违规行为 中国人寿相关人士回应称 此事目前正在调查了解中 2月24日下午 被举报人孙小刚则回应称 张某在网络平台所说 关于孙小刚本人的问题不存在 孙小刚表示 举报人的行为侵犯了他的个人权益 他准备起诉这名举报他的员工 此外 孙小刚本人也表示 自己已经从中国人寿嫩江支公司离职 张某举报信中称 嫩江支公司经理孙小刚 长险短座骗保 承诺客户的高额利息 孙小刚为了自己的职务晋升和完成开门红阶段任务 将盛世征品包装成一年期的储蓄产品 以长闲短座的方式欺骗客户投保 第二年再安排客户统一退保 收取保费1000多万元 套取各项佣金奖励 绩效奖金累计200多万 其次 举报信还指出 嫩江支公司存在虚假增援虚挂人力的问题 嫩江公司为了完成增援人数任务 在内部系统中窃取客户身份证等个人资料 办理虚假入司 十多年来 平均每年有200多人的虚假增援 同时也伪造了客户签字 用身份证给其他业务员做经济担保 再撕开银行账户 将虚挂人力所得的佣金 各类津贴奖励套现 每年利用这些假增援 假保费 还有各类人员培训套取公司奖金 绩效和队伍建设费几百万元 此外信中还称 嫩江支公司还存在序列费用问题 孙小刚每月都让伪造客户签字 用保单号贸领客户的回馈礼品 还有参加公司旅游答谢宴请等活动 再需开发票 做假营业执照 假账户保销套钱 并指出这些套出来的钱 都已经打入了领导提供的账户里 被他们揣进了自己的腰包 根据中兴经卫媒体的报道 中国人寿相关人士回应称 对此事目前正在调查了解中 记者联系到孙小刚本人求证 孙小刚则称 张某在网络平台所说 关于他本人的问题不存在 银保监会的官网显示 2019年12月 中国人寿嫩江支公司 因序列费用被黑和银保监分局 连开四张罚单 被罚款10万元 孙小刚也被罚款10万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北京时间的2月24日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今年外贸形势严峻复杂 疫情仍在起伏 形势不明朗 供应链产业链影响稳定的因素 仍在发展 将保持政策稳定性和持续性 面对新情况 及时调整政策 坚决稳住外贸盘 他是在国新办发布会上 做出了上述的表述 2020年的中国外贸 冲破了疫情阴霾 表现抢眼 但严峻复杂 依然是2021年面临的关键词 中国去年 全年货物净出口 32.2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1.9% 总量规模和国际市场份额 双双创历史新高 利用外资也逆势增长 全年实际使用外资 9999.8亿元 同比增长6.2% 折合1443.7亿美元 同比增长4.5% 规模再创 历史新高 谈及中欧投资协定的进展 王文涛则表示 目前双方正在开展文本的审核 翻译等工作 按照既定程序 力争早日签订中欧投资协定 关于市场特别关注的中国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 CPTPP问题 王文涛表示 目前商务部正在做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内部对CPTPP的所有条款 进行评估研究和深入分析 二是对外方面 已经和CPTPP 11个成员中的一些成员 进行了非正式的接触 就涉及到的问题 进行技术层面的沟通和交流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在Robinhood等平台的推动之下 短线交易在上个月达到了高潮 散户投资者将游戏一战等股票价格 推至历史高点 投资少数人持股的Robinhood有难度 但投资者已经涌入中国的在线券商 这些券商也在这股热潮中乘风而上 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在线券商 富途证券和老虎证券 股价今年以来均上涨了近三倍 这些券商收取的佣金较低 使多数中国投资者能够交易 美国和香港上市的股票 由腾讯支持的富途证券本桌表示 其应用程序的日活跃用户数 目前已超过100万 根据摩根士丹利提供的信息 这一数字较上一季度的58万大幅上升 新用户将带来更多佣金 同时也让富途证券从保证金融资 和其他服务中赚取更多的钱 2020年第三季度 富途证券约40%的收入 来自利息和其他收入 得益于居家交易者大增 创纪录的牛市和大量的首次公开募股交易 富途证券和老虎证券 在2020年已经有了强劲表现 2020年前9个月 富途证券的营运利润增长了4倍 由智能手机制造商 小米集团支持的老虎证券 也实现了盈利 今年的情况可能会更好 根据花旗的数据 1月份香港市场的日均成交额 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倍以上 美国市场的日均成交额 则增长了62% 香港市场周一的成交额 达到了创纪录的391.6亿美元 而且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客户加入 中国外汇监管机构的一位官员上周对当地媒体说 中国正在考虑允许境内个人在年度5万美元便利化额度内 开展境外证券和保险等投资 然而这些券商股已经和大盘一样存在泡沫 据标普全球市场才智称 按今年的预期 富途证券的市盈率为86倍 而老虎证券的市盈率为113倍 只要市场依然活跃 这些券商仍可能走高 但若发生逆转 则可能是迅速而惨烈的结果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同样获得高通摩根大通中金三大金融机构保健 携程回港二次上市似乎看起来是胜券在握 在北京时间2月24日 携程也对二次上市这个消息进行了回复 表示不予置评 根据信息显示 携程是在2003年12月10日 与美国的纳斯达克完成上市 截止到目前的公司市值约为242.6亿美元 2017年股价最高达到了53美元 峰值之后便开始下跌 之后长期徘徊在30美元附近 在历时17年漂泊之旅之后 线上旅游业务业的头发交易选择 赴港再次上市 这个消息难免会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 其实携程回港二次上市 一年前就出现了端倪 据悉在2019年底 相关媒体就报道 包括孙杰在内的携程高管人员 在香港会面了不少投行 并计划启动第二次上市 但受到疫情的影响 这个计划被迫搁置 现在虽然推迟了一年多 但再次上市的计划还是在有序进行 路透社旗下媒体报道中也指出 携程本次上市 募资金额将达到10亿到20亿美元 投资顾问给出分析指出 由于2020年瑞幸财务造假 引起了美国资本市场 对中概股的信任危机 同时还加强了中概股方面的监管 因此选择国际化的港交所 再次上市 就是成为非常不错的选择 携程也是如此 官方的资料显示 携程成立于1999年 主要的业务就是旅游 它为9000万会员提供 酒店机票度假等预订服务 携程在全国包北京深圳 三亚等17个城市都设立有分公司 旗下员工超过2.5万人 在一系列收购和并购之中 携程还整合了不少传统旅游行业 和高科技产业 2003年在美国完成上市之后 携程收购了去哪儿 并入股一龙等公司 迅速组建起一个旅游业帝国 从而奠定了自己在行业内的地位 但在近几年 携程的营收增长却遇到了瓶颈 根据财报显示 从2017年至2019年 携程年营收由268亿元增长到356.7亿元 但是在增速上却出现了大幅下滑 同比增长由39%下降到了15.18% 目前携程还是面临内优外患的局面 除了国际环境影响之外 美团和非洲业务增长 也让携程面临了不少的压力 非洲在线旅游消费服务也逐渐做出成绩 有分析认为 携程回归港股并不会遇到多大阻力 加上三大金融机构的保健 可以说相当有底气 但是赴港上市也不一定就能获得更高的市值 京东和网易回归之后 市值也并没有比之前更高 因此携程赴港二次上市 能够获得更多的还是融资上的帮助 感谢收看 请点赞并订阅中国财经频道 大家好 现在是台北时间2月24号 这里是华尔街财经频道的华尔街财经节目 拜登提名的新任贸易代表戴琪 将在25号出席参议院听证会 曾经在美国贸易代表署跟戴琪共识的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瑞夫形容戴琪 就像是铁石一般的强硬 但是却又如外交官般的善于谈判 而他这样的形象跟态度 可能不是中国所得见的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作为拜登对华政策团队的核心之一 美国贸易代表人选戴琪 预计延续对中国的强硬立场 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戴琪上个月在一个私人会议上面 曾经告诉美国商界的高管 为了取消关税开展邮税是没有用的 相反的 既要做好跟关税相伴的准备 戴琪强硬对中国的知名案例 就是2007年到2014年之间 戴琪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工作的期间 在世贸就中国的贸易行为 成功提起及起诉讼 根据BBC报道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2012年 美国就中国限制稀土出口的问题 向世贸提出诉讼 指其违背了世贸规则 跟中国加入世贸时的承诺 2014年世贸组织认定中国违规 除此之外 戴琪过去在代表民主党人 跟川普政府在协商美墨加协定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也满足了民主党的要求 包括了拥有更强而有力的保护 劳工跟环境的条款 还有消息人士透露 戴琪曾经软硬监施 说服川普政府停止对汽车加征关税 种种的时机成为了他有资格担任拜登政府贸易代表的最好佐证 现在中美商界只可以做好准备 来迎接强硬的新任贸易代表上台 美国总统拜登最快将在本月底签署行政命令 在半导体跟电池等重要零件的供应链上 跟台湾、日本以及韩国等亚洲盟友来合作 借此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根据日经中文网获得的行政命令草案 除了半导体之外 还将建立以纯电动汽车电池、稀土跟医疗产品为中心的供应链 草案的内容指出跟同盟国合作将会有助于建立强韧的供应网络 草案也要求行政团队建立不会因为对中国制裁 或者是灾害等紧急的状况影响的体制 报导指出在半导体领域 美国预计将跟台湾、日本跟韩国展开合作 而在稀土领域 美国将与澳洲等亚洲各国跟地区来合作 根据行政命令指出 同盟国将共享重要的产品供应链的相关资讯 在生产制造上面彼此协助 还希望可以建立非常时期相互融通的机制 并且协商剩余能力储备品的确保 此外也可能要求同盟国尽量减少跟中国交易 美国认为如果持续依赖中国的供应链 中国就有可能会透过贸易的限制 来对各国施加压力 像是之前中国跟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面发生冲突的时候 中国就曾经限制向日本来出口稀土 而美国的稀土大约有80%从中国进口 医疗用品也有高达九成依赖中国进口 目前美国85%稀土以及90%的医疗用品 都是由中国来进口 由于2020年年初 全球出现了半导体供应不足的问题 也对美国的汽车产业造成了影响 供应链的重构成为了当前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数据显示 以工厂立地作为区分的话 2020年半导体生产能力占比美国是12% 台湾22%占了全球之冠 不过中国的半导体生产能力到2030年 有可能会达到世界最大的24% 不过全球只有数家顶尖的半导体生产商 他们拥有庞大讨价还价的空间 美国在半导体产业方面需要一段时间 才可以改变产业的生态 中国政府全力投入发展国防军工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表示 要央企发挥带头的作用 大力地加强科技创新跟国企的改革 并且宣布今年国资在重组跟整合上 将从四个方面来发力 包括了加大国防军工的投入 而相关的消息也带动了 A股军工板块再度拉升 根据报道 中国国资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刚 23号在记者会上指出了四大路径 第一个是推动国有资本 向关系国家安全跟国民经济命脉的 重要行业领域来集中 加大对国防军工、能源资源粮食供应、 骨干网络、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 第二是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的短板 提供供应链保障能力跟产业体系抗冲击的能力 第三推动创新资源的整合协同 加快突破一批行业共性技术跟关键核心技术 第四是切实解决部分央器之间的产品相似 资源分散、重复建设等问题来形成资源的合力 受到国资委表态加大对军工领域投入消息的影响 今天A股国防军工板块再度的拉升 这至中午收市为止 中非股份大升的6.57% 神剑股份报5.23%,升10.11% 尽管美中关系去年急剧的恶化 国会跟行政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来限制中国在美国的股市交易 但是最新资料显示 中资企业在美国证券市场的融资规模 仍然创下了多年来的新高 美国之音报导 佛罗里达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 去年中国公司在美股IPO公开募股 是10年多来最多的一年 有32家中资公司总共筹得了120亿美元 是前一年的四倍之多 2019年首次到美国上市的公司 只有筹到了30亿美元 今年到上礼拜为止 又有9家中国企业到美国市场首次公开上市 融资超过了20亿美元 此外美国经济咨询公司 融顶集团的统计也显示 2020年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融资的规模 达到了多年以来的最高水准 融顶在上个月的报告当中指出 虽然自2016年以来 美中两国之间的直接投资 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 但是股市投资规模却在逐年的扩大当中 包括了首次增量发行 跟已有股东发售的增量发行在内 中国公司去年总共在美国 股市筹集到了190亿美元 是2014年阿里巴巴创下 美国IPO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 融顶集团在上个月的一份 《有关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的报告当中指出 美国金融市场对于中国公司融资来说 至关的重要 在2020年底 美国投资人累计持有的中国证券 高达了1.2万亿美元 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 中概股对美国的投资者来说 却可能构成了重大的风险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在官网上面针对中概股警告说 该委员会要求中国境内发行人 履行高品质的披露标准的能力有限 中国公司的披露很有可能并不完全 或者是具有误导性 投资人在这一方面面临到了巨大的风险 在美中关系近年来 渐趋恶化的背景之下 美国去年曾经出台一系列的措施 来加强对于中资公司在美上市的监管 以至于中期有被驱逐出 美国股市的风险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去年还高票通过了 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该法律规定 如果美国的监管机构连续三年没有办法检查 某一间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的审计账目的时候 该公司将会被证交会给出拍 此外 上市公司必须要披露 他们是否被包括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内的外国政府 所拥有或者是控制当中 USCC的一份报告也指出 截至2020年10月 在美国三大交易所 也就是纳斯达克 纽约证券交易所 跟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 共有217家 总是只高达了2.2万亿美元 投资咨询公司金瑞基金首席投资官布兰登·埃亨就表示 在美国经济仍然十分脆弱之际 这是一项牵扯到2万多亿美元的议题 让中概股全面的退市或许将会殃及到美国投资者的利益 最后来看到近年来市场当中的两大焦点 特斯拉跟比特币 在23号双双大跌 特斯拉一度跌到了619美元 比特币的价格也从5.5万美元一路狂跌 甚至灌破了4.6万美元的关卡 面对这两大市场明星的暴跌 有专家指出特斯拉的股价现在几乎已经直接跟比特币的价格来挂钩 中史报道随着疫情推动产业数位的转型 加上多家金融支付机构对于比特币以太币的支援 各大科技巨头为了把持资金流建立自身产品生态系所带来的庞大利益 以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市场成为了过去一年来受到市场热议的话题之一 但是在特斯拉执行厂马斯克表示比特币太贵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也直指比特币常常被用于非法融资 而且支付的效率太低之后 比特币的价格从5.5万美元一路暴跌 甚至最后跌破了4.6万美元的关卡 对此波士顿联准银行总裁罗森格伦分析 近来各国的央行注意到民众对于虚拟货币的需求 纷纷推出了数字货币来对抗 最后比特币的需求将会面临到庞大的压力 另外跟着比特币一起大跌的还有特斯拉 自由财经引述CNN报道 特斯拉的股价在23号一度跌到了619美元的低点 是自去年12月31号以来首次跌破了700美元 对此分析认为特斯拉股价大跌有四个原因 首先是比特币 特斯拉投资了上亿美元买比特币 预估也从这一笔投资获利了10亿元之多 但是马斯克一笔加密货币涨太多的评论 引发了市场的动荡 让比特币价格近来跌幅超过了9% 分析认为 比特币本来就是风险比较大的投资物件 现在特斯拉高调地宣布投资比特币 也让比特币的风险跟波动性 某种程度上跟特斯拉挂钩在一起 再者 特斯拉2月下调了Model Y跟Model 3的定价 分别降价2000元 对此著名的特斯拉评论人士GLJ Research 创始人间执行长强森认为 特斯拉最近的降价措施显示出特斯拉的车辆 并没有符合到粉丝的需求 另外多间知名汽车制造商 最近也纷纷加紧电动汽车的销售 就连科技大厂苹果公司也传出了要涉足电动车的行业 引发了特斯拉投资人的不安 最后则是投资人操之过急 一些投资人认为特斯拉的股价涨过头了 但是许多分析师认为特斯拉最后将会反弹 就有机构将特斯拉12个月的目标价格 设在了950美元 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财经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的关注 华尔街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华尔街科技 在这里我们关注和科技有关的各种业界资讯和动态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和频道 我们来关注第一条消息 根据南华早报2月24日的报道 谷歌前首席执行官 美国人工智能特别委员会主席埃里克·施密特 在本周二参加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 强调了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的紧迫性 报道称 施密特呼吁美国政府尽快推动 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兴技术的发展 以追赶中国的领先地位 施密特称美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虽然总体与中国并驾齐驱 但某些方面还稍有落后 而中国仍在不懈地致力于在广泛的高科技领域取得统治地位 施密特表示美国在AI和其他高科技领域 比如量子计算必须起步竞争对手保持5至10年的优势 关于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地位 施密特提到了他在面部识别和健康数据汇总中的广泛应用 施密特称这虽然引起了西方国家对隐私的关注 但同时也加快了电子商务的发展 在对于将于3月1日发布的委员会报告进行讨论时 施密特说他担心我们不了解来自中国的竞争威胁 这些威胁包括半导体制造、定向能源、5G技术和合成生物学以及AI、机器学习和超音速 施密特对委员会说美国国防部将软件视为低优先级 但实际上它需要被放在优先级列表的首位 他说从设计到部署都需要进行快速和高效的工作 而不是花费长时间去进行繁琐的准备过程 施密特还指出多年来美国将5G电信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中国人 这对全球金融和政府数据的安全部署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公司华为正在将这项服务从亚洲销往非洲和欧洲 华为也被认为是5G部署的全球领导者 其实这并不是施密特第一次提到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去年10月份施密特就曾发出警告 美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人工智能领域上击败中国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世界需要猴子来开发新冠疫苗 因为它们的DNA与人类非常相似 但是由于大流行引起的意外需求导致全球供应的短缺 又因为中国最近出售野生动物的禁令而加剧 中国是这种实验室动物的主要供应者 最近的供应短缺再次引发了关于在美国建立战略性猴子储备的讨论 这类似于政府保持的石油和古物储备 由于新冠病毒的新变种有可能使目前的疫苗无效 科学家争相寻找新的猴子来源 美国也在重新评估对中国 这个一个拥有自己生物技术雄心的竞争对手的依赖 这场大流行凸显出中国在相当程度上 控制着美国在危机中需要的救生物资的供应 包括口罩和药物 在东南亚以及非洲东南部小岛毛里求斯 美国科学家在私人和政府资助的设施中 寻找首选的实验对象储备 那就是恒河猴和石蟹猴也被称为肠尾猕猴 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填补中国的空缺 分析人士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估算 在大流行之前 2019年美国进口的33818只 以石蟹猴为主的灵长类动物中 60%以上来自中国 美国的7个灵长类动物中心拥有多达2.5万只实验猴 其中主要是粉脸的恒河猴 其中约600至800只猴子在大流行开始之后 被用在新冠病毒研究 科学家说猴子是研究新冠病毒疫苗的理想标本 灵长类的动物和我们的DNA 有着90%以上的相似之处 它们的相似生物学特性 意味着可以用鼻视纸进行测试 并进行肺部扫描 科学家说几乎不可能用其他动物来测试新冠疫苗 精冠D3米松 用于治疗前总统川普类似的类固醇等药物 使用了仓鼠做实验 美国曾经依靠印度来供应恒河猴 但是在1978年在印度媒体报道说 猴子在美国被用于军事实验之后 印度就停止了出口 治疗公司在寻找替代方案 最终他们找到了中国 而这一场大流行也颠覆了 美国科学家与中国供应商之间 长达数十年的关系 多年来 由于动物权利活动人士的反对 包括美国主要航空公司 在内的几家航司 也拒绝运输用于医学研究的动物 研究人员经常从一只猴子身上 收集数百份标本 这些组织可以冷冻数年 并进行长期研究 科学家们表示 他们会充分利用每只动物 但感染新冠的猴子 不能回到其他健康动物之间 继续生活 最终必须被实施安乐死 美国有七个国家 林长类动物研究中心 这些动物在不接受研究的时候 都过着可接触户外 内容丰富的群居生活 这些设施隶属于研究型大学 由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 动物权利活动人士 长期以来一直指责这些中心 存在虐待行为 包括将幼崽与母亲分开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台湾芯片制造商 目前正在为部分厂区 出动水车购水 因为台湾中南部 扩大限水的区域 已应对干旱 这也可能使全球汽车 业的芯片供应紧缩加剧 根据路透社报道 有些车厂已经被迫减少生产 台湾方面也受到了 美国和德国等国家的救援 期盼协助解决车用芯片 缺货的问题 台湾若干主要科学园区 坐落于中南部 明天将开始进一步遭到 减量供水 台湾为全球科技供应链的 关键环节 下游客户包括苹果等科技大厂 由于数个月来的降雨稀少 同时去年夏季没有台风光临 导致今年水晴吃紧 台湾中南部的水库蓄水率 不到20% 经济部长王美花 昨天告诉记者 我们已经有最坏打算 希望企业能减少7%至11%的用水 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商台积电 从本周开始也在 北中南部分厂区 出动水车少量购水 台积电告诉路透社 他们正在为未来的用水需求做准备 并称此举是一次压力测试 台积电表示 并未发现生产作业受到影响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根据CNN报道 美国五角大楼的科学家们 成功在太空中测试了一块 批塞盒大小的太阳能电池板 该电池板被设计为未来系统的原型 可以将太空中产生的电力 发送回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该电池板被称为光伏射频天线模块 PRAM 于2020年5月首次发射 附在五角大楼的X37B无人机上 利用来自太阳的光转化为电能 无人机每90分钟在地球上空盘旋一次 这种电池板的设计 也是为了充分利用太空中的光线 因为太空光线不会穿过大气层 所以它保留了蓝波的能量 使其比到达地球的阳光更有能量 蓝光进入大气层时会发生色散 这就是为什么天空看起来是蓝色的 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 进行测试时 这个光伏射频天线模块 被放置在热真空室中 该项目的联合开发者保罗贾飞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最新的实验表明 这种12x12英寸的面板 能够产生约10瓦的能量 用于传输 这足以带动一台平板电脑 但研究人员设想 扩大电池板的阵列规模 如果成功 它可能会彻底改变电力的生产方式 以及向全球片远角落输送电力的方式 它甚至可以为地球上最大的电网 提供动力支撑 保罗贾飞还说 设想的太空 太阳能 发电能力 与目前最大的发电厂相当 甚至超过了它们的发电能力 数万亿瓦 这足够一个城市使用 光伏射频天线模块 PRAM大乘的X37B 是美国最神秘的航天飞机 它执行的任务显为外界所知 PRAM是其所披露的少数细节之一 今年1月 PRAM联合负责人 在IEEE微博杂志上 发布了它们的第一批实验结果 它们称实验正在进行中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电动车企业和传统车企之间的嘴章 还在继续 根据彭博社报道 宝马CEO奥利弗 其普斯在出席DLD全明星大会时 公开对特斯拉提出了质疑 他表示随着传统汽车制造商 推出一系列全新的电动车型 特斯拉多年来在电动汽车销售中的主导地位 可能很快就会结束 而事实上特斯拉在欧洲的增长速度 已经从2018年的138% 向降到了2020年的36% 不过特斯拉在去年全年交付了近50万辆汽车 特斯拉想要继续保持这样的速度并不容易 因为整个行业都在大进步 其普斯表示 就目前来看 宝马在新能源市场上的销量 仍主要依靠宝马5系 新能源等插电式混动车型 在电动车领域 无论是上市多年的宝马i3 还是近期推出的宝马iX3 销量成绩都不容乐观 不过宝马计划为X1 5系和7系的宝马骑车 增加电池驱动版本 并将推出一款新的旗舰车型iX 根据计划 宝马正在尝试在2023年将新能源产品线 拓展至25款 从而跟上汽车产业电动化的发展节奏 而事实上 随着传统车企逐步打响电计划转型的反击站 叫板特斯拉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例如 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集团掌舵者的大众CEO迪斯 曾表态 大众有信心在软件上击败特斯拉 因为软件就是规模游戏 据悉 大众计划在2021年至少将全电动汽车的销量份额提高一倍 其目标非常明确 即接近特斯拉的预期交付量 也就是至少75万辆 不仅如此 向来低调的丰田总裁丰田张楠 也在财报电话会议上罕见地抨击了其竞争对手特斯拉 称 尽管特斯拉的市值的确相当高 但他并没有做出真正的东西 今年初 福特高管也开始拿特斯拉开涮 针对特斯拉做工品控不佳的问题 福特高管开始了毫不留情的讽刺 好了 今天就是华尔街科技的所有内容 如果喜欢 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和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